目前中国女排巴黎奥运会三场小组赛已经结束 最终中国女排在不被外界看好的情况下 接连把美国女排以及塞尔维亚女排斩落马下 取得三连胜挺进八强 接下来将和土耳其女排争夺四强的门票 我们球队却接连传来三个坏消息 首先第一个坏消息和朱婷有关 回看第三场比赛可以看到 在进入第三节的时候 朱婷在一次救球过程中 不小心撞到了广告板上 导致手部的位置出现伤病 后续直接被主教练蔡冰给换了下去 之后再也没有上来 在整个过程 朱婷一直用冰敷着自己的手腕那个位置 所以很多球迷其实都担心 朱婷的伤病会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从当时休息的画面可以看到 朱婷在敷着伤口的时候 一直和教练有说有笑 并没有太多痛苦的表情 所以根据这个细节可以猜测到 这一次的撞击对于朱婷有影响 但是应该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 当然也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朱婷能不能够出战下一场比赛 现在还是一个未知数 毕竟为了保险起见 蔡冰可能也不敢冒险使用朱婷 而一旦朱婷缺席 吴梦杰和李盈盈 他们能不能够拿下土耳其女排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毕竟经验老道的朱婷 和吴梦杰这些年轻球员 完全是两个等级的水平 除了朱婷的伤病问题之外 另外一方面作为中国女排的王牌复工 首发复工 以及我们的大队长袁新月 在对战塞尔维亚女排 这一场比赛的表现 也遭到球迷的诟病 很多球迷担心 接下来他会拖了中国女排的后腿 在球迷看来 袁新月参加中国女排几场比赛 每次首发的表现 都并不是特别的理想 大部分时候都是锦上添花 如果在球队出现困难的时候 基本上很少有雪中送炭的时候 而且每一次出手 都被对手狠狠的针对 整体来说 对整个球队的贡献并不是特别大 有的时候还出现不少失误 在这样的情况下 接下来朱婷一旦缺席 没有登场 球迷自然担心 袁新月能不能够带领中国女排 战胜强大的土耳其女排 除了这两个问题之外 接下来还有个问题 也是大家非常担心的 那就是中国女排的压力包袱 会不会太大 大家很清楚 中国女排从来都有强大的实力 但一旦我们背上比较沉重的包袱 我们就不一定能够打出好的成绩 在之前的世界女排联赛 中国女排之所以可以打败土耳其女排 完全是放手一搏 以挑战者的心态去对战对手 而如今我们取得三连胜 之前还打败过土耳其女排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这些年轻队员 会不会因此心态发生变化 进而影响到后面八强比赛的征程 我们也希望主教练蔡斌 一定要做好赛前的动员工作 好